自从发动 原本强大的瓦格纳所遭遇近况就急转之下 在8月24日的时候 该组织的创始人更是因为飞机坠毁而意外去世 而现在驻扎在白俄罗斯的瓦格纳军队 更是被东欧地区与白俄罗斯临近的四个国家要求驱逐 那么这些国家究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这些国家究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要求 在观看的时候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东欧四国要求白俄罗斯驱逐瓦格纳 最近一段日子曾经不为人质的瓦格纳 一度成为很多人话题的中心 这个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人军事武装 最近一段时间的所遭遇的一切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已经对当前的世界局势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以前的时候这一组织并不被人们熟悉 但是在2023年的6月24日 其发动了一场政变 带领自身的武装势力直接逼近莫斯克 一下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并且由于这次政变 从开始到结束都显得扑朔迷离 因此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争相猜测 有人认为这是俄罗斯与瓦格纳 共同串联好的 通过这种虚晃一枪的做法 转移注意力 从而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 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或者直接迂回到白俄罗斯 然后对乌克兰北部边境造成危险 实际上在这一集团初步进入到白俄罗斯以后 东欧的几个国家就如临大敌 首先就是乌克兰 该国本身在其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进行作战 而瓦格纳来到白俄罗斯之后 乌克兰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 以及精力去预防瓦格纳的偷袭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俄罗斯军队的压力 尽管这时候 瓦格纳还没有任何太明显的动作 毕竟这个组织大部分人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而且装备也比较精良 各种枪支弹药 乃至坦克 火箭弹等 可谓是应有尽有 士兵也都是训练有素 有着较多的作战经验 对于乌克兰来说 一旦这些人南下 那么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除了乌克兰之外 波兰 立陶宛等国家 也在自己与白俄罗斯边境部署军队 足以见到这一组织 引起了周边国家深深的忌惮 而在8月24日的时候 承载着该集团创始人 以及核心人物的飞机 在俄罗斯西部地区的科威尔州坠毁 飞机上的10名人员全部遇难 几乎将整个组织的高层一窝端 而后经过证实 该组织的创始人确实在这一飞机上 因为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变故 这一组织的未来走向更加不可捉摸 更成各方关注的焦点 目前看来 失去核心人物对于这一组织的行动 以及士气 存续等多方面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不过有一些国家早已按捺不住 原本忌惮该组织的几国家 开始对其正式发难 28日 波兰官员与立陶宛 拉脱维亚 以及爱沙尼亚 这三个国家相关的官员进行会晤 他们认为 瓦格纳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 能够做出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 现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无疑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 可能会出现影响到其边境安全的重大事件 波兰还郑重其事地警告白俄罗斯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件 那么其将关闭于白俄罗斯的边境 看样子 这几个国家是铁了心的 希望能够驱逐瓦格纳 不过白俄罗斯早在25日的时候 就进行表态 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机制 让其一直留在自己的境内 并且表示 留在其境内的瓦格纳士兵 大约是在1万名左右 而作为曾经瓦格纳东道主的俄罗斯 在这方面的反应 也十分难以寻味 该国表示 瓦格纳要对其进行宣誓效忠 捍卫俄罗斯的独立 以及国内秩序 瓦格纳的未来究竟会怎样 瓦格纳核心人物意外去世以后 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甚至在网络上还产生了大量的舆论战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 是俄罗斯采取非常手段将这些人杀害 他们的身亡被视为是俄罗斯的报复 听上去是比较合理的 毕竟在此之前 该组织直接发动兵电 导致俄罗斯国内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动荡 引伤害到了其国际影响力 因此 俄罗斯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 毕竟这种事情 在历史上已经重演了很多次 早在该组织宣布投降的时候 就有人提醒过 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报复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某个西方国家干的 瓦格纳的存在 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如果能够扫平这一障碍 对于他们有着很大的帮助 因此从这方面来说 这些国家也有着做这种事的动机 而且还能够趁机大造舆论 嫁祸给俄罗斯 另外是瓦格纳为巨大威胁的乌克兰 也很有可能进行这样的行动 毕竟就连俄罗斯的首都莫斯克 该国都能从一几几攻击 那么击落一架俄罗斯境内的小型飞机 或者策划其他的袭击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 谁都有逃脱不掉的干系 谁都会说自己是无辜的 这件事就成了罗生门 恐怕真正动手的究竟是谁 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真正被揭晓 而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 该组织未来的归宿应该何去何从 在以前的时候 其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而这些与其核心人物的指挥能力 以及凝聚力是分不开的 现在核心人物基本上被团灭 肯定会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 作战能力可能会大打折扣 甚至可能导致这一集团奔崩离析 未来也将不复存在 另外还有人表示 鉴于现在其与俄罗斯的矛盾 该组织也有可能投奔乌克兰 如果真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现在正处于作战状态的俄罗斯来说 这绝对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不过也有人表示 目前瓦克纳仍旧留存有两大核心人物 这两个人物具有一定的凝聚力 因此目前该组织还存在有一定的战斗力 如果俄罗斯能够稳定住这两个人物 那么瓦克纳就有可能继续留存下去 继续发挥其对俄罗斯的重要作用 这四个国家驱逐瓦克纳有什么目的 东欧四国驱逐该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心存忌惮 这几个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本就不好 现在瓦克纳虽说是跑到了白俄罗斯 但是大部分士兵都是俄罗斯人所成 他们对于四国也没有什么好感 现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难以控制 如果对他们发动袭击 必然会造成兵竞局势的不稳定 虽然说他们是北约国家 但是面对可能会到来的战争 也不能不感到担忧 另外还有可能是希望趁着现在 该组织元起大伤 对其没有什么大的威慑能力的时候 将这些人直接驱逐 那么可以趁着这种时候 消除其对于自身的威胁 当然白俄罗斯是不会听任 这几个国家的操纵 目前该组织应该还是会留在白俄罗斯 毕竟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这是提升自身实力的一个重要奇迹 不管该组织的核心人物 为什么又被谁除掉 白俄罗斯仍旧需要该集团与其进行合作 白俄罗斯也并不愚蠢 如果听任这四个国家的所谓要求 对于自己而言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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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